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 今天帶大家上鳳凰山的一樹洞 我們在東昌巴士站乘23號巴士 去到岸平總站下車 嚇到心經減臨的時候轉左 走大約10分鐘左右 就去到東山法門再穿過去 再走多10分鐘 就去到羅漢塔和一樹洞的起點 起點前面有一個停叫做中道停 也有三個告示牌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山了 一開始已經有很多的蜘蛛網擋著條路 所以我們要找一些樹枝去開一開路 我們沿著絲帶上山 中間也是不斷地開一些蜘蛛網 如果你也是夏天來的話 基本上每走幾步就要選一架蜘蛛網 之後會看到一些遺跡的建築物 然後繼續上車 這個位置也比較難上 所以要手腳並勇地爬上去 再過多15分鐘 就去到一個開揚的石位 可以休息一下 順便欣賞一下東中的景色 如果好像當天的人看到 按高的話 就可以看到 設立一個 以示屯門一帶的風景 之後還是繼續無限loop地上斜 走到這裡 景色就開始開揚了 可以看到對面蜜蛛沙的風景 看到羅漢塔以為終點在網 以為了 還要不斷地上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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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慢慢向羅漢塔那邊 走了 好 終於看到羅漢塔了 我們又走了很久 下面 一直走上來 超斜的 現在終於跟它去水平線了 羅漢塔和一樹洞是互相對著的 一樹洞就在上面 其實它的位置也挺隱蔽的 走了更久 終於到了 洞外的風景又真的挺漂亮的 這麼辛苦 上到來當然要拍照 尤其是當天的天氣是非常之好 在那邊休息一會 就繼續上山了 走走走走 還有一個驚喜 還有一個驚喜 還有雲海 超美的 現在是雲海 看到嗎? 超美的 不太多 看到嗎? 沒有 跟着眼神的感覺 大小看起來 都打不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不见到凤凰山山顶 这里 在这里可以看到石壁水堂、姜山和观音山的景色 继续向前走就会去到凤凰山山顶了 这个位置也挺高的 所以有些人在铺了一些绳子 让人们方便点上去 但我也没有用到条绳子 我直接爬上来 去到差不多7点 那我们就去到山顶了 顺便可以看日落仙落山 顺带一提 在山上发现了很多老鼠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垃圾带走 保持回家里公园的清洁 好好地爱识我们的大自然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简短的行山vlog 我们下一条片再见 拜拜